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日凌晨,巴甲有三場對決展開 其中聖保羅將在主場迎戰傅明尼斯 傅明尼斯不擅長客戰,賽季至今只得兩勝一和三苦 今次走訪主場勝率高達83.33%的聖保羅 傅明尼斯凶多吉少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有本場賽事現場直播 十二輪戰霸,聖保羅斬獲五勝三和四負的戰績 即18分位列第十一,表現只能算是中規中矩 不過聖保羅今季極其依賴主場搶分 目前所斬獲的18個積分有15分來自主場 頭6個主場錄得五勝一負的不續戰績 陣中一眾攻擊首都更擅長主場殺敵 尤其是盧斯安努里維斯和帕布露曼亞 兩人入球困在主場斬禍 禁鋪座陣主場 面對近期增勝范力的傅明尼斯、聖保羅有力主場稱孔 陣容方面,前鋒、柏圖、艾利神、丹尼路等人因傷缺陣 傅明尼斯近一個半月發揮實在難以令人滿意 5月下旬至今11場各項賽事只得2勝4和5負 防線扭動8出是傅明尼斯成績下滑的主要原因 11場比賽只有一場未有失球 失球數在1球以上的場次都有4場 過去3場比賽,傅明尼斯困牆失一球 此外,傅明尼斯今季巴格作下表現十分一半 勝率只得33.33% 最近3次出征都只得一和兩虎 今次聖保羅之行、傅明尼斯再劫難逃 陣容方面,中場阿力申達和後衛 韋陀艾華斯等人因各種原因缺陣 多謝收聽,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